英雄头上的血条 一格就是一千血 像这里刘邦有四格 所以总血量就是四千 因此有一些残血的坦克 它要比一些满血的脆皮还肉 抢人头时要注意分辨哦 往这里总共有六双鞋 但其中五双鞋尖向左 只有一双向右 为什么呢 那么今天盘点十个 往这里的隐藏机制 第一鞋的朝向问题 这是因为抵抗鞋的韧性 别的装备提供不了 拳王者的装备里只有这一件有 你像护甲鞋的免伤也好 冷却鞋的CD也好 甚至法穿鞋的固定法穿 攻速鞋的攻速 急步鞋的移速 这些属性 这些被动 其他装备都能提供 唯独任性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策划这是明摆着告诉你 抵抗鞋性价比最高 一般情况买它准没错 第二 走A比战鞋的攻速更快 这里用零装备的手别举个例子 从台向口的瞬间开始计时 一直到最后一发普攻 打出伤害为止 那么战鞋平A十次 总计用时为9秒1 接下来换成走A 同一个手别 同样是普攻十次 走A的用时 仅需8秒5 这个测试证明了走A的攻速 要比战鞋的攻速 快了将近10% 具体的原理不用深究 总之结论就是 攻速在125%以下时 绝大部分的英雄 走A要比战鞋伤害更高 而如果攻速超过125% 那么请无脑战鞋 三 攻击护盾不可以吸血 你像这里 我们做三把气血 此时吸血的比例 已经非常高了 但是 攻击一个带护盾的英雄 你会发现 一滴血吸不上 并且无论是法伤还是物伤 打护盾的伤害都不能吸血 因此制裁 能限制对面50%的吸血 而护盾能限制100% 第四 王者队局里的不友好信息 会被系统自动屏蔽 只有发的人可以看到 你的队友是看不到的 所以彦祖 骂人等于骂自己 那些不好听的话 人家压根就看不着 第五 在敌方野区反野石 遇到多只野怪 你不要全心了 咱们留一只小的不打 就能卡住他一整组的野怪 不能刷新 并且小野怪的经济 只占整组野怪的三分之一 所以咱们反野石 留一只小野不刷 就能卡住对面 三分之二的野怪经济 这一来一去 经济的差距可就大了 第六 野怪还能帮你探视野 攻击任何一只野怪 如果该野怪的反应 不是以最短距离走向你 那么不用怀疑 这个野怪的附近肯定有人 那什么是最短距离呢 比方说我在这里攻击野怪 那么野怪的移动路径 就应该是直接奔我而来 但这里他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韩信的人偶比我离他还近 所以利用野怪 攻击最近距离单位这一特性 既可让野怪成为积极人 帮你看视野 第七 恢复技能和塔下雪包 所提供的生命值回复 只能被敌方的防御塔和英雄打断 除这两者以外 野区的野怪 敌方的小兵 都不能打断你的生命回复 第八 全水里出生的位置是固定的 一定会按照野边中社府这个顺序来排 即便你是打野诸葛亮 又或是辅助男力王 顺序是不变的 红色方的顺序则是和男色方近象 但基本的边野中社府这个顺序不变 所以以后虐拳也好 搞套路也好 积好位置 别找错人了 第九 无师也判断敌方打野红难开 方法非常简单 在游戏时间55秒时 打开你的经济面板 如果敌方打野的经济大于570 那么他99%是难开 反之 如果他的经济小于570 那么他99%是红开 不管他吃不吃红笋 还是和演示视频里一样 红去清完直接开廊 反正经济小于570 就是红开 准确率极高 第十个 一开始说了 血条 一格就是一千血 那为什么要再说一下呢 因为血条的总长度是固定的 脆皮也好 坦克也罢 都是一样长 增加的只有格数 但是你看这里 两万血的坦克 格子多密啊 而这么密的格子 意味着他即便是残血了 看起来血量只有一格了 一丝丝了 可是实际的血量呢 你算一下 项羽还剩五六格 而满血手边只有三格 哪怕不看双抗 这两谁肉 肯定是撕血的项羽啊 但实战里啊 撕血就是会充满误导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宁可追着一个七八千血的残血坦克 也不会去切 对面四五千的满血碎皮 所以燕祖们啊 不要被血条误导 打团时一定要切后排 甭管他残血还是满血 至于坦克先不要管 学位限制一下就行了 啊 好